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么你看第一道题 第一道题今天在讲政治课的时候 讲哲学的时候特别强调 今年总论肯定要考 这恐怕只有新东方才提到这个 总论肯定要考 要靠马克思局的总论 为什么 因为今年实际上报告里面特别强调 要加强党的领导 那么要加强党的领导 那么肯定要以马克思局为制导 而且希腊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会上讲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与其他哲学科学的最大的区别 在于要以马克思局为制导 应该果然你看 大家知道这道题考的是什么 就是马源的总论部分里面的 对马克思局的认识 这是零年以来 十几年几乎二十多年都没有考的东西 今年终于考了 但是考了一个什么东西 考了一个马克思局的起源 只有马克思局的产生 有深刻的社会根源 阶级基础和思想渊源 然而这些东西都不用看 最关键看最后一句话 马克思恩克斯之所以能够创立科学社会局 是因为前面进行暗示了 有社会历史条件 后面告诉你什么 个人的奋斗 应该综合起来 当然选择了社会历史条件 和个人努力的相互作用 单选题BD应该全对 为什么排除法就行了 德国是当代最为发达的自民国家 当时经济发达的是英国 他们对时代有着超常任的认知能力 这个有一点夸大夸大个人的作用 他们拥有优良的家庭背景和教育经历 BCD里面BD是有作用 但是我们要选一个最优的 最优的更完备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个人努力 因为C就把B和D都囊括进去了 而且C的表达应该更加宏观和准确 应该这项选择项就应该没问题了 你看这些考核马克思局基本原理 从总统部分内容里面的马克思局的产生 使用历史条件 经济政治文化条件 以及个人的努力 因此本题答案会C 其他个人选择项 与此无关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道题 第二道题 学校同学几乎都疯了 所以你看考试过程中 看到其他就十分的熟悉 为什么老师在基础班上 强望班上 串讲班上 讲了无数遍 也讲了一年的题 他终于考了 说马者所以命行也 白者所以命色也 命色者非命邪也 故约白马非马 你那个不管他在说什么东西 关键词是白马非马 那么白马非马 说明的是什么 那个白马是啥 个性 马是什么 共性 其实他演绎了 个性和共性的关系 个性和共性的关系 来自于什么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性的关系 矛盾的普遍性 体现事物的共性是绝对的 矛盾的特性体现事物的个性 是相对的 因而矛盾的普遍性 特性的关系 就是共性和个性 绝对相对的关系 那么共性和个性的关系是什么 任何关系 老老记住 你刚开始学哲学 任何关系都是 既对立又统一的 既区别又联系的 因而白马和马的关系 他们是白马不是马 但白马也是马 白马不是马 强调他们的区别 但人们忘了区别 人们忘了 区别之中是有联系的 那么白马也是马 那么他只强调白马非马 不强调白马也是马 那么这一点是隔离了 事物共性和个性的联系 只强调他们的区别 而忽视他们的联系 我们在任何生活中 看问题的时候 往往都是只看到事物的区别 而看不到事物之间的联系 看看新东方的课程 你看 大家参观新东方的课程 你看 多么小清新的一个场地 哪里是讲课特别滋润 你看中国古代哲学家 公顺说白马非马 他只强调他们间的区别 而割裂他们的联系 割裂了共性和个性的关系 和那个考题一模一样 认真听新东方的课 他能够全面覆盖 以后要考试的内容 是吧 那你看 答案 唯有变化部分的 矛盾的普遍特性的关系 他们是共性和个性 绝对和相对的关系 任何书呢 共性和个性之间是 既区别又联系的 那么白马和马的关系 就是共性和个性的关系 他们也是既区别又联系的 白马非马 白马不是马 强调是他们的区别 但白马也是马 强调他们的联系 哲学学起了 为什么呢 哲学往往说的东西是 一般人听不懂的 一般人只是提供着感性经验 只看到事物的区别 而往忽视事物之间的 什么样联系 那应该 本题目只强调 白马非马 只强调他们的区别 而割裂他们的联系 也就割裂了 共性和个性之间的联系 所以本题答案选B 其他各项与本题干 是无关的 听 你们听懂了吗 学哲学比较难 考验政治里面 最难的是两门课 哲学和政经 你把哲学政经听明白了 然而就没问题了 而你选择新科在线 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它可以反复 无限次回放 是吧 这样的话我听不懂的时候 可以反反复复去听 而且还可以有直播 还有一个群里面 老师的答应服务 是吧 我们适应网络和发展要求 各项上学习要求 就很好把它学了 然后那个 第三个 那简直是顺分的 坚持人民为中心 就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 是吧 那那为什么要坚持人民为中心呢 就强调人民的作用啊 人民在历史发展中什么作用 群众什么作用 决定作用 个人是影响作用 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 起决定作用 是历史的创造者 那比如说 一切事物都是客观的 那应该要一切从事去做法 然后来把握他的联系 联系呢 具有客观性 普遍性 联系具有复杂性 多样性 但正因为联系具有客观性 普遍性 所以B不能选啊 比如说联系具有主观性 偶然性 就把联系看作是人主观决定了 否认联系的客观性 这里面B和D 本身就是相冲突的 B要不然你强调 联系是主观的 或者是联系是客观的 你不能两个同时都选啊 那么选择联系是客观的 实际是客观的 一切都客观的 联系是客观的 那么就要反对联系的主观性 那应该把B去掉 ACD 看看我们的答案 你看 平时上课的过程中 联系的特点 客观性 普遍性 说得很明确 是吧 然后那个联系又具有多样性 都讲得很明确 看看我们新东方的课 可小心先了 是吧 那个 应该本体考察的是维吾伦学变的法 提干强调量子纠缠 是两个或多个粒子 共同构成的量子状态 无论粒子之间相隔多元 吃量其中一个粒子 便会影响其他粒子 量子纠缠现象 虽然没有被完全认知 首先说明它是客观的 尚未认识 说它是客观的 因为我们去探索它 去揭示它 那么第二 它们体现 纠缠 纠缠体现了 它们之间是有联系的 但联系是客观的 又是普遍的 又是多样的 所以选ACD 其中强调联系的主观性和偶然性 就否认了联系的客观性和变性 所以是错误的 一般来说 多群体比较难 社会形态的更替 就有客观变性 但这不否定 人们历史活动的能动性 对某种形态的历史选择 人们历史活动的选择性 主要填在什么地方 首先看看 它的那个明确的答案 那个考哲学的时候 你把握住明确的答案 是吧 第一 当人们来进行历史选择的时候 谁要强调 历史不是由人主观决定的 历史就有客观过滤性 所以受发者的客观过滤性 客观变性 决定了历史阶段 受发者的趋势 这样就规范了历史选择 它可能的基础范围和空间 不是你随心所欲的 第二 社会形态的更替过程 它既有历史的客观固定性 但仍有主体的能动性 目的性 人可以在可能的空间中 做出能动的选择 比如说中国历史的发展革命之后 有各种可能的空间 封建肯定是不行了 可以走资本主义 也可以走社会局 中国人民能动的 在资本主义和社会局的可能空间中 能动的选择了走社会局道路 第三 人们的利益选择性 归根到底是人民群众的选择性 就是历史的发展 从人的角度来讲 是由群众决定的 群众是决定作用 是历史的创造者 个人只是影响作用 因而 本选择像选BCD 而A项认为 社会的发展是由人主观意志决定的 就否认历史的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性 认为是人主观决定的 那只强调人的主观性 否认人民群众作用 因而是历史唯心主义 英雄史观 你今天听起来 狂会觉得一些抽象陌生 但是呢 你慢慢学会了以后就发现 他的逻辑 十分的简练 而呢 十九 为了追逐最大化的利润 资本家总是想方设法地进行资本积累 资本积累完全是生育价值 一般资本积累规模的大小取决于 取决于 看好了 明确的知识点 资本积累大小 省年取决于对公务的剥削成多 剥削成多越多 剥削的生育价越多 劳动省累的高低 劳动省累越高 乍取的生育价越多 所用资本与所费资本之间的差额 差额越大就意味着 投入的资本中耗费的越少 产出越多 以及资本家垫付资本的大小 投资越大 回报率越高 谁呢 全选 全选 然后那个 看看刚才讲完以后 全选 你看 取决于 取决于 资本家对公务的剥削成多 剥削成多越高 带来生育价越多 垫付的资本越多 然后投资越多 回报率越多 劳动省累越高 带来生育价越多 所用资本与所费资本的差额 所为资本 越少 差额越大 说明你花费的越少 得到的越多 对吧 这也是比较抽象 那么最后 二战之前的资本局相比 当代资本局社会中的社会阶层 阶级结果果产生许多的变化 到底哪些变化呢 看看 它有明确的知识点了 第一 资本家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变化 这个时候 那个所有群和经营群相分离了 资本家只是所者 经营专门有什么 高级职业阶层 就是CEO 他们来进行经营 那么资本家作为所者 凭借所者 最终去获取资本的利息 获取证券的利息收 拿钱去收钱 做收余力 那么这个时候 经营专门有所来经营 高级职业经营阶层 CEO成为大公司经营活动的实际控制者 那么劳动的方式变化了 今天高科技发展 那个智能化了 机器化了 一切都不需要人去卖苦力了 人更多的是卖脑力 因而知识型 劳动型的 服务型的劳动的数量不断增加 那么依据这个明确的知识点 你回头去看看 不很明确吗 那个A你看B 资本家有原钱的 直接的胜任经营者 变成了减息票为生的实力者 就是谋取利息 然后呢 基因随来经营 高级职业经营阶层成为 资本与社会中 经营活动的实际控制者 是吧 那么劳动者方式变化了 知识服务型劳动的数量 随着科技跟不断的生路 而持续的增长 那么C说 职工持股参与决策 是劳动者成为资本家集团的重要力量 肯定是错的 那个职工持股参与决策 只是资本家的缓兵之际 缓和劳子矛盾 他不可能让工人成为这个企业的主人 来主宰他 他始终是工人士 他们驱使劳动去赚取生育价值的工具 那应该呢 C显错的 劳动者不可能成为资本家集团的重要力量 那一个资本家依然获得的是企业的所有权 他是主导的 把C去掉ABD 然而今年的考试其实不大难 然而列宁指出 一切民族都走向社务局 这是不可避免的 但一切民族的走法完全不一样 这一论述 从历史的一个角度高度揭示了各民族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下列关于社务局发展道路的多样性的正确观点 看到正确观点 看这一点 社务局发展道路的多样性的原因是 决定一个社务局发展的最根据时候 什么决定呢 生产力 生产力决定了 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决定了 社务局发展道路各具有不同的特点 社务局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生产力 然而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 使它选择道路的一个文化条件 时代和时间的发展 是造成它多样性的现实原因 那要呢 我们回头看看 你看 时代和时代的发展是它的现实原因 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是它的重要条件 生产的发展是决定作用 决定作用 错在什么地方 各民族的因素和地理环境 环境不是决定作用 环境始终只是什么作用 影响作用 其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 因为我们就可以总结了 那个答案是ABD 其中C项 各民族的因素地理环境的不同 它只是影响作用 不是决定作用 其中各国家的生产力发展 才是决定因素 所以C项是错的 我觉得这应该是最明确的一个答案了 詹斯蒂说 如何理解 抓住了只要矛盾 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根据矛盾的主要方面 在事物发展订阅做说明 为什么 发展是解决我们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我们把今年的 点击班的哲学部分内容 给大家全部落列出来 你不觉得是直接命中吗 今年在点击班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个点击的视频给大家播放 今天老师反复强调 今年考哲学必定考辩证法 因为辩证法 16年考了一道单纯的 一道多纯的 一道大纯的 八分 17年 一道纯都没有考 那肯定今年要考辩证法 而今年要考辩证法 一般的招数是考辩证法 肯定考矛盾规律 矛盾规律老师给你总结了四大半的 模板 什么看待关系 矛盾的同意 斗性关系都告诉什么 他们是既对立又统一的 要求同同意 取长不短 双赢共赢 怎么去看待矛盾 矛盾普遍你告诉什么 对待矛盾的态度 矛盾特性你告诉什么 对待矛盾的方法 其中第三个模板就是 如何解决矛盾 就是要区分主次 抓主要的 对吧 怎么理解 你看 第一个 主持矛盾关系的告诉什么 面对中多的矛盾 你要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着重抓主要矛盾 抓主要矛盾意味着什么东西 抓中心 抓关键 抓根本 抓住了中心 抓住了关键 抓住根本 一切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就这么简单 我觉得简单给你顺分的 看看第二道题 不是直接命中吗 抓住了主要矛盾不够 矛盾有两个方面 矛盾的主持方面 关系告诉什么 面对矛盾的双方 要区分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 要着重抓矛盾的主要方面 是吧 要着重抓矛盾的主要方面 那么抓矛盾主要方面就是 面对事物有现象本质 要抓本质 面对形式有主流和滞留 要抓什么 主流 应该随便说 更加突出的问题 看了 发展的不平衡 不充分的 这是我们今天考试的一个结合点 那它也成为满足人们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 主要的自由因素 看看它的呼应性 前面说我们要抓住矛盾 所以在中国特色 是进了新时代 我们的主要矛盾是 人们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的需要 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矛盾 那么这个主要矛盾 哪个是主要方面呢 你看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什么 哪个是主要方面 哪个是主要方面 你看 更加突出的问题 更加主要的方面是 发展的不平衡 不充分的问题 这也成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的 主要自由因素 那么 这个发展 是主要的自由因素 那应该发展就成为 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 你把这句话写上去 那应该对我的 主要矛盾的关系的变化 对我们党和国家工作 提出新要求 应该发展就是解决 我们一些问题的关键 听没有我在讲什么吗 最突出的方面 最突出的方面的问题是 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 它成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 美好生活需要的 主要自由因素 所以呢 发展成为制约 人们美好生活的 主要自由因素 应该发展是解决 我们一切问题的关键 你如果不看到这一点 的话这到底肯定是没分了 应该直接原体 答案都命中 对吧 相信新东方 祝大家好运连连 跟着新东方 考验从此无忧 19年的孩子们 跟着新东方就行了 新东方团队里面 你看我们的那个 马元是阮业老师 今天是 刚才是刘元春老师 毛仲特是许涛老师 私修法律是张念老师 然后呢 当代是商宾老师 今年每一个老师都主管一门 新东方不是一个名师 新东方是 把把都是名师 叫名师天王团队 每一门课 都是这门课的 一线的最牛的老师 给你最牛的一个课程 最牛的一个辅导 最牛的命中率 我们都是直接命中 你刚才看张天老师那个题 是不是原题 直接命中啊 毛仲特 经验史刚 都几乎是几乎原题 直接命中 相信新东方 百年老定 OK 我今天讲哲学 就讲到这了 好 我今天讲到这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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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